生活中,不知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有的人世事争辩,处处逞强,时常不受他人欢迎 有的人孤高自傲,心比天高,却被现实狠狠打击 有的人不颖自怜,郁郁寡欢,始终生活在阴影下 年少时,我们总想出人投地,拔的头筹,不肯轻易让步 人到中年,试错成本直线上升 只要犯一次雷区,就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千万不要等到时候,才追悔莫及 往后余生,遇人遇事,请记得长点头,多低头,莫回头 欢迎来到招财喵喵路子野的频道 在这个频道里,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感悟生活 探索人生的独特见解 通过朗读文章,我希望能够带给您一份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中年以后,长点头,多低头,莫回头 长点头,让出步子 卡奈基曾说,在争论中,莫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人年轻时,一旦感到被冒犯,就想立即回击 争来争去,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招来怨恨 自媒体作家刘晓念,曾在网上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过去,他在一个偏远的工业园区上班 每天下班后都会搭老夏的车回家 有一次下班路上,老夏的车被追尾了 结果追尾的那个司机反倒责备老夏 你怎么开的车,老夏没有跟他争执 很快,交警来了 问了情况,看完现场 交警最终判定对方司机权责 等办完理赔手续,临走时,那个司机扔下一句 以后好好开车,你不着急,还耽误别人的事呢 但老夏仍然没有说一句狠话 这时,旁观了这一切的刘晓念 觉得那个司机太过分了,忍不住说了他两句 老夏却笑着说,他的情绪已经崩了 我何必在火上浇游呢 与人相处,由于立场,观点不同 言谈难免有抵触之处 若凡事都要争辩,反驳 只会激怒别人,扩大矛盾,引发更大的冲动 俗话说,水深不雨,人稳不严 总想在言语上争上风,无异于一场灾难 与其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不如求同存异,稀释宁人 大事不糊涂,小事能让步 才能涵养气度,避免冲动 二,多低头,放下面子 知乎上有网友提问 一个人要经历过什么,才会放下面子 高赞回答是,当人变得睿智了,就会放下面子 过于看重面子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给拖垮 真正聪明的人,早已逃离了面子的怪圈 专注于自我发展 我的邻居老李,在一家企业当会计 后来公司不景气,领导找他谈话,讲他辞了 他心有不甘,就在别人的怂恿下学着创业 但创业哪有那么容易 他去跟人合伙做生意,因为不懂行情 最后赔上了所有的本钱,还负债累累 但他不愿低头去找工作,每天只出不进 积蓄很快就花光了,债务却还没有还清 就这样,一家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债主们也纷纷上门催债 他的妻子因受不了他债台高筑,就带着孩子离他而去 亲戚朋友眼看他日渐消沉,东拼西凑总算为他还清了债务 直到此时,老李才幡然醒悟,懂得了为生存低头 为五斗米弯腰 他重新找了一份工作,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 妻子在看到老李的改变后,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巅 一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很认同一句话,当一个人最看重的东西是面子 那他为此失去的一定很多 太看重面子,不仅让人活得很累 而且会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放下面子,抓住每一次向上成长的机会 生活才会变得更加顺畅 身处人生的低谷,为生存竭尽全力并不丢脸 毕竟,低头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成熟 善于低头之人,才更能笑对风霜雨雪 卖过人生的勾勾侃侃 将荆棘的变成栽满鲜花的大盗 三,莫回头,过好日子 有些事情,如果一味地揪住不放 伤害的不仅是他人,更是自己 不幸的过去就像一道伤疤 越想揭开会越疼 不去理会,学会释怀 才能走出伤痛,迎来心生 曼德拉曾因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 被关押27年 出狱后,他成功竞选为南非总统 在总统就直立上 他主动邀请了当年看守过他的三名狱卒 前来参加 漫长的牢狱岁月 虽然囚禁了他的自由 但是也使他学会面对人生的苦难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曼德拉毫不避讳地 谈起了自己的牢狱经历 并且表达了对三名狱卒的敬意 他说 当你迈出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 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 那么你仍在雨中 如果沉眠于过去 时时不肯释怀 无意于化地为牢 自己折磨自己 忘掉过去的不幸 扔掉痛苦的包袱 用心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人生才能柳暗化明 有句话说得好 活在过去 处处是心结 往前走 处处是好业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也没有放不下的事 不妨闲庭信步 笑看流云落花 人生最好的状态 莫过于过往不恋 未来可及 梁石秋说过 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 认识自己 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 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行至中年 方懂得换一种新经过生活 才能圆融而不圆滑 方正而不死板 听到不同意见 别急着反驳 长点头 让出步子 遇到人生低谷 别因为强硬 多低头 放下面子 结束一段旅程 别耿耿于怀 莫回头 过好日子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个赞 余生 愿你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 走好脚下每一步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